請問一下就是下午要去日本那之後從日本回來之後還有沒有規劃要再去其他國家做參訪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回台大之後是不是只有規劃要短只有短暫的待一個月那離開台大之後還要做什麼 今天去日本沖繩,其實這是一個 坦白講,悠遊卡哪有去當 廣告 悠遊卡第一次跨速國警,這是大事 在日本沖繩可以刷悠遊卡 你想想看,這要準備多久,因為在日本整個沖繩島境內那些商店可以用悠遊卡的刷卡機 當然目標是這樣 凡事要取得攤頭保,我們的目標就是在沖繩先充分使用 台灣人現在都可以用 那甚至我們要讓沖繩知道說你買一張悠遊卡,沖繩可以用,你到台灣旅遊都可以用 然後從沖繩當前進基地,再往日本過去 所以台灣我們還是要走向國際 所以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悠遊卡在過去三年當中 做電子支付,跨速國境 還是很辛苦,因為一般 其實絕大多次的電子支付公司,都是燒錢,就是虧本在走 那我們悠遊卡實在是不像那種大財團有錢可以燒 那就是 我覺得這樣,我們還是要鼓勵 認真的人 所以我本來不想,我說去沖繩島 好了,我發現他們跟我講說要去,我說好了就去了 至少也鼓勵說 大家說我們願意走出國境 邁向國際化,這應該還是要值得鼓勵 那你說還有沒有其他出國計畫 我跟你講 我們要出國都要準備很久 還有一點 你要出國人家 對方也要安排,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種很多東西叫隨緣 扶了,以後一毫沒有就算了 還有一點啦,現在 現在要交接,還有很多事要做 有夠分 天啊 你好